新聞一開始 社會消息先來看 日前大台北地區 接連發生街頭鬥毆案 多人持刀追砍 而警方巡線逮捕 發現他們大多未成年 而且幾乎都是竹聯邦 省武堂的成員 大批警令 鶴槍實彈進到公寓的 一樓攻堅 一進到裡面好幾個人 雙手背在脖子後面 蹲在地上 其中一名男子還想要亂動 馬上背鶴斥 另一頭特勤小組全副武裝 進到房間內 他以為躲在神明廳後面 就不會被發現 兩人被特勤小組包圍 不敢輕舉妄動 乖乖就範 這裡就是竹聯邦的堂口 他們的堂口就位在 中山區的條通裡面 而這名幹部呢 專門吸收未成年的少年 來犯案 警方之前到裡面 逮人的時候 甚至還查獲了危警品 桌上擺著兩把槍 還有球棒刀械 疑似在準備隨時和警方火拼 但他們不只平常在外鬧事 幫派成員大多都還是未成年 只要惹成員不開心 會長就會找大家教訓對方 讓他們知道有人可以考 堂口被警方查獲後 居民終於暫時可以得到安寧 他們在去年八月到龜山 糾重談判 一言不合就上前圍毆 隔一個月 只因為被害人 和成員的前女友太好 就有幾個人拿著開山刀 追著圍毆 行徑相當囂張 這回一共逮捕11人 穿著黑衣黑褲 走在最前面的 就是竹聯邦神武堂的會長 26歲黃姓男子綽號可樂 在大台北地區混跡 招攬未成年進入幫派 表現出老大的樣子 不時幫忙出頭 現在落網了 也終於讓少年們知道 走上歪路 不管大哥多厲害 都還是要付出代價 TVBS 楊金國 蘇珮宇 台北採訪報導 而為了一筆賭債 竟然當街掘人 這是在花蓮 一名男子疑似欠錢不還 債主多次聯繫 找不到他討不回錢 找了朋友到對方住家談判 先把人打傷後直接掳走 還想開車回台南 沒想到開到高雄 才經過管制站就被攔下 管制站前方橘色休旅車 一出現 員警立刻上前包圍 這輛車不是來觀光 裡頭藏著被掳走的被害人 嫌犯無辱可逃 坦承犯行 周姓及楊姓男子 前往吳姓男子 位於花蓮新城鄉 北埔村的住家討債 他著急尋求親友幫忙 就是仇不出錢還賭債 兩人二花不說 直接殴打被害人 並將他強壓上車 兩名二煞要把人押回台南談判 車子一路向南開 早上七點多 堵到被害人後 痛打一頓 接著壓上車 中午朋友打電話 找人找不到 馬上報警 一查發現車子踪跡後 立刻通報 從台東池上又轉台二十線 往高雄方向逃跑 最後在梅山管制站 把人車攔住 逃了三百多公里 還是落網 冤警跨縣市合作 及時攔截嫌犯車輛 當時被害人就在車上 嫌犯兩人花費大半天的時間 從花蓮逃到高雄 還是南逃法網 一舉一動都被追蹤 載無問題還沒解決 又有刑責要面對 第一遍新聞高志宏 蔡新宇花蓮採訪報導 一人唐志平的母親 週一被發現城市社區頂流 但因為他本人不認識 引起社會討論 在他六號生日 當天的中午 今天他突然穿泳褲 到自家陽台隊的中庭大吼 鄰居擔心他狀況不佳 報警處理 週四上午十一點多 一人唐志平在淡水住家陽台 突然對著中庭吼叫 第一樓層住戶 還走出來網上看了一下 泰國籍的唐志平 在六月六號生日這天 因為不明原因亂叫 嚇壞周遭住戶 擔心他身體精神狀況 趕緊聯繫保全 報警處理 受訪時還渾身酒氣 唐志平說自己只是 吼了三五聲 但也感到抱歉 當時他剛洗完三溫暖 還穿著泳褲 看到新聞才情緒失控 不過也有聯繫房東 之後如果有意見 就會搬走 預計住到七月後 手邊戲拍完 就到國外去 只是說這樣吼了幾聲 鄰居擔心他的安危 消防局十分鐘內 拍了八台車十五人 前往救援 住戶們也無奈 唐志平平常就怪怪的 前後過程短短幾分鐘 警銷到場之後 唐志平已經回屋內 情緒平穩 住戶人員也問過衛生局 評估他未達強制就醫要件 抄燈資料之後 依自殺防治做通報 經過一陣吼叫之後 一人唐志平就回到屋內 休息 但根據住戶的說法是說 疑似他是外國人 因此警銷無法對他強制送醫 不過新北市衛生局解釋 強制送醫的定義 跟是不是外國人無關 主要看精神狀態 表現異常的民眾 有沒有自傷或傷人疑慮 既不認母親事件之後 脫序行為再添一筆 唐志平說 真找不到母親 就會去驗DNA 離開前還盛情邀約 一起來請身 跟朋友要出去喝喝酒 你們如果有空的話 歡迎加入 日前英勇對抗持刀嫌犯的長髮歌 受訪時引用動漫葬送的福利連經典台詞 消息也傳到日本獲得廣大迴響 就連動漫官方Twitter都間接發問回應 如果是勇者辛梅爾的話 一定會這麼做的 就是有點像是鼓勵自己這樣 發生這件事情就代表 我那時候的那個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重回那個時候 我的想法一定還是會一樣的 日前英勇對抗終結 直到兇賢的長髮歌 引用動漫降送的福利連經典台詞 其中提到角色辛梅爾 也一度登上了推特熱搜 而為了講出這句話 長髮歌的女友也發文透露 她在採訪前其實緊張了很久 葬送的福利連官方推特 同時間也發出了不少 有關辛梅爾的相關文章 讓不少日本網友認為 是在間接回應這件事 也大讚長髮歌的英勇事蹟 對此長髮歌也表示 前公司的日本主管 還特地傳訊息跟她說 那個謀略人的語氣 而愛看動漫的長髮歌 當時到台中市府領獎時 也特地穿上魔物獵人聯名的語之 希望能平反御宅足在大家心中的印象 勇敢對抗凶险的舉動紅到日本 引起日本動漫民廣大共鳴 長髮歌坦言 他沒有料想到 也再次感謝外界關心 TBB新聞 6月5號晚上9點20分 彰化河美發生規模3.7的有感地震 讓不少在地居民都嚇了一跳 有民眾說地震前有聽到地名聲 對此氣象署進一步的解釋 這次的地震在彰化斷層 深度是21.9公里 影響範圍都在中部 6月5號晚間9點20分 彰化河美發生規模3.7的有感地震 監視器畫面拍到地震當下 有燈飾的吊牌輕微搖晃 坐在沙發上震了一下 我就問我先生說 是不是有地震 氣象署說地震深度只有21.9公里 算是淺層地震 震度分布彰化是兩極 台中是兩極 是小區域 影響範圍都在中部 是發生在我們台灣的西側 是屬於這個 能力斷層的形態 所發生的地震 氣象署進一步解釋 這次地震出判是在彰化斷層 本身並沒有破出地表 儘管規模不大 還是讓不少彰化在地人 嚇了一跳 LINE社群中 有人說地震前有聽到地名聲 是蹦一聲之後才開始搖 還有人提到921大地震前 也有地名聲 幸好這次地震 並沒有大力搖晃 並沒有造成災情 坐在那邊在整理之下 發現好像有一點 耳鳴 感覺好像話想 感覺好像不對勁 要趕快跑出去 然後趕快去叫小孩子 趕快下去 覺得好像有無症的感覺 針對這起地震 有議員指出 包括彰化縣府 縣議會 多所醫院 以及學校 都在彰化斷層上 這次在晚間突然一震 讓在地居民很有感 TVBS新聞 陳志忠 彰化創報道 而中橫變道這邊 因為美雨封面來襲 夾雜大雨造成多處落石攤方 原本6月5號已經初步搶修完 結果經過一夜大雨又攤了 變道再次中斷 公路段說會是情況搶修 如果天氣穩定 明天一早就能開放大型車通行 連日降雨導致山區土石鬆動 中橫變道5號才剛鋪好路 經過一夜下雨又出現落石攤方 6號一早公路段視察 路又斷了 中橫變道19.8K處 峭壁上有大片岩石掉落 導致路基嚴重受損 公路段緊急搶修 若天氣逐漸穩定 7號一早將開放大型車通行 天氣不穩定 中部山區都受影響 落石坍塌 電線被扯斷 何灣山 梨山 大榆林等地區 6月6號中午11點多 突然停電 後果監視器畫面 看到一格又一格的畫面 接連斷訊 就是這個時候發生停電 另外在梨山嵐勝樓 也有鏡頭 本來是呈現自然景象 但注意右上角的時間 中間少了一大段 就是停電導致 山區有落石 市區下雨也釀災 6號中午12點多 台北市北投區 州美快速道路 下大都路砸道口 發生一起追撞車禍 一輛連結車 追撞前方停等 號制的保時捷 以及賓士車 造成車輛嚴重受損 粗估維修費上百萬 警方說駕駛沒酒駕 問他為何追撞 停等紅燈的車 他嚇到連話都說不出來 警方提醒天宇陸華 要多注意路況 TVBS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因為花東交通三法 讓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 傅崑琦傳出跟立法院長 韓國瑜有心結 而今天韓國瑜 宴請傅崑琦在內等十位 來迎立委 傅崑琦則強調 自己跟韓國瑜是50年的好兄弟 一定會並肩作戰 参作前面 立法院長韓國瑜做主位 與國民黨團總召 不管其肩並肩 六號中午宴請黨籍立委 照片中每個人幾乎都是笑容滿面 似乎意在破除連日來的不合傳言 三度強調韓國瑜是好兄弟 但傅崑琦會被問到這個問題 全因花東交通三法 引發質疑前一天中常會後 傅崑琦就像常委表示 自己主推的只有花東快 環島高鐵國道六號東延 是韓國瑜的願望 卻被解讀 難道是要讓院長背書嗎 跟韓國瑜建立密切聯繫 對於國道六號東延案 地方首長卻有答應 例如苗栗縣長 中東金 苗栗縣長有一些意見的表達 我們都表示感謝 但是事實只有一個 高鐵通車苗栗設站之後到現在 苗栗是欣欣向榮 還是全面的衰敗 可能我比較習慣說老實話 我也沒有分顏色 也沒有分黨派 只是我個人的感覺 推動花東交通三法 過程本已滿步驚奇 現在少了藍營大命力體 態度依舊堅定 TVBH 流利同行圈 張明海 歡迎消毒 台北報導 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國會改革法案 行政院提出複議 但由於民進黨立委人數 至於劣勢 複議案恐怕無法通過 最終還是得釋憲 而對此國民黨開槍 如果複議失敗 卓榮泰要不要下台 行政院會臨時新增討論事項 基於七大原則 針對立院職權行使法中聽證調查權 以及藐視國會罪等 提出複議案 總統收到了行政院的複議理由書之後 將會實施評估 再做出妥事的決定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 政院提出複議 經總統合可後 可以在決議案 宋達行政院時日內 已請立法院複議 若顧半贊成 複議通過修法失敗 但藍白聯手情況下 複議勢必不通過 該有的表決 該捍衛的立場 該捍衛立法院 憲政上的職能 我們就是會全力的捍衛 到底有沒有可能過 目前的立法院這個結果 你這個複議案過的機率 實在是太小了 藍白話都喊出來了 最後恐怕還是得進入釋憲戰場 若立院對行政院長 提出不信任案 倒閣通過 行政院長有權 陳請總統解散國會 歡迎國民黨民眾黨 對行政院長 提出不信任案 我們就四次倒閣了 我們解散國會了 好不好 有種就 就趕快趕快提不信任案 解散國會重新大選 不失為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我們就讓民意 做最後的裁決跟最後的決定 國會改革鬧得沸沸揚揚 但攤開TVBS最新民調 超過六成民眾根本不清楚 國會修法內容 三成二理解民眾當中 有41%支持修法 多於不支持 至於修改的法案內容 四成一支持藍白立場 三成二支持綠營立場 政院提出覆議案 意味著立院將陷入 再一波的朝野攻防 最近不少科技大佬 齊聚臺灣更喊出要加碼投資 讓各縣市首長 都積極地搶拼設廠 長中市長盧秀燕 表示說已經有跟回答聯繫 還向創辦人黃仁勳喊話 全臺灣最大的夜市就在逢獎 雜誌舉辦五星縣市長票選 不少首長特別北上領獎 只是臺上合照一團合氣 但為了爭取各大科技業 在臺設廠可是暗自較勁 我們已經透過管道邀請 全臺灣最大的企業台積電 以及最大的外資美光 都落腳在台中 全國最大的夜市逢獎就在台中 曝光遺憾輝達有聯繫 還強調黃仁勳最愛逛的夜市 台中有更大的 盧秀燕積招商 在他演講當晚 還坐在監視前仔細盯著看 隔壁苗栗也加入戰局 因為苗栗有五大水庫 而且有通宵發電廠 所以我們水電都非常的充足 中部城市頻頻招手 而南部城市當然也不能就這樣拱手 是應該每個縣市每個縣市的條件不同 像算力的這個部分 這個NVIDIA的台北灣已經在高雄 那現在鴻海跟NVIDIA在合作 在擴大他的這個算力 先是笑了笑 但設廠機會可不能一笑帶過 強調不少科技大廠已在高雄 陳其邁用經驗增強設廠條件 而隔壁台南市更祭出了殺手箭 出訪泰國行程直接不飛了 要留在台南 漸漸撫成女兒 AMD執行長蘇之鋒 將出席在台南舉辦的南方半導體論壇 AI浪潮 科技大佬喊著投資台灣 各縣市首長顧不得是不是同黨 各個都得搶著設唱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之前在立法院會 遭到民進黨立委邱議員 拿扇子打巴掌 風扑過了一周還沒平行 尊重主席的職權 如果您有病的話就請吃藥 請看醫生 來問羅志強和趙偉邱議員 兩人再度激烈交鋒 為的是這件事情 質詢時間到了 羅志強繼續淘淘不絕 他不滿前面的人發言也超時 自己確實被制止 順帶提起兩人先前恩怨 有病真的要看醫生 經濟委員會藍綠護槓 未還委員會 明明主角是部長邱太元 但不分朝野 都對次長林靜怡很有意見 不滿輸議大缺貨 想找調貨進度 不是去衛福部官網 而是次長林靜怡臉書 甚至缺貨問題 他還發文開酸 某些人站著說話不腰疼 若你能找到更便宜的 我親自到府簽約 他已經是次長了 他是政務官 缺藥是國家的問題 你能夠約束他好好講話嗎 我不會想 他當立法委員 當區域立委的時候 他亂罵亂寫 我可以接受 林靜怡犯重怒 被朝野立委炮轟 但本人持續做自己 自己的粉磚 我想他要成為一個幫忙溝通的途徑 幫忙溝通的管道 趕快要安撫醫界的薪 所以有時候他趕快發電書 大家知道要怎麼做 這是用心良苦 部長這說法不知朝野立委是否同意 TVBS新聞李明輝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而先前一位台北市警局局長人選 台北市長蔣萬安槓上內政部 而今天新任局長正式交接 蔣萬安也親自出席 特別提醒新任局長李希和要整頓警計 也強調跟李希和互動很好 說會來就是會來 即便先前因為台北市警察 局長人選和中央鬧得不愉快 還是親自出席 局長交接 尖交一撇心結 講萬安話也先說在前 對於任何封擊案件 我們絕不護短也絕不寬帶 同時也請新任警察局長 整治警計 絕對不要讓任何封擊案件 影響基層同仁事件 畢竟近期又爆出松山分局 遠景涉及包庇 蔣萬特別叮嘱 整治警計 即便李希和不是當初第一人選 蔣萬透露這週一 就和李希和見過面 是前局長剛升任警政署長的張榮鑫 居中前線 昨天是立法院在省 打炸專法的這個審查委員會 那昨天很順利的審查完畢 那未來這個打炸的工作 是我們治安裡面的重中之重 打炸氣毒掃黑都是業務重點 難題還包含臺志光案 北市民中指和臺志光專案費率子約 但臺志光不只堅持 全額費率還想收利息 如今北市府被原方案還沒確定 七月恐怕面臨斷訓 李希和走馬上任這天 蔣萬給任務要做出績笑來 嫌隙擺一邊 接下來看表現 AMD執行長蘇茲鑫 6號接受TVBS專訪 他在15分鐘的專訪中 暢談AI跟AMD未來的發展 蘇茲鑫表示最愛台灣完整的 AI生態系統 大家好 用中文親切打招呼 AMD執行長蘇茲鑫接受TVBS專訪 這個AI時代是特別的 它是不同的 它是在近50年最重要的技術 所以我們會投入 非常激烈地 去集合所有技術的技術 展現要搶下AI市場的魄力 這次來台灣 蘇茲鑫透露 跟很多合作夥伴都見了面 台灣環境很重要 其實我們整個產品的 產品的產品 都在台灣的大型環境 我們在想到 我們的供應鏈夥伴 TSMC 我們的配件夥伴 我們的測試夥伴 我們的設計夥伴 我們的客戶 大家都在這裡 我們愛台灣 我們愛我們在這裡 對於外賬關心的供應鏈 能否持續穩定? 我們對於外賬關心的供應鏈 能否持續穩定? 我認為我們都在一起努力 以確保有良好的穩定性 和區域的分別 在那些供應鏈 只是美國白宮要推動 發展新核電廠 反觀台灣推行 非核綠能政策 蘇茲鑫會擔心 自己的供應鏈夥伴被影響嗎? 對於傳出AMD有戲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 蘇茲鑫這麼說 我認為我們會在台灣廣播 我們會在整個細節 但我非常興奮 十五分鐘的專訪 蘇茲鑫不斷強調要持續與台灣夥伴拓展AI 畢竟一群人動起來走得更遠 DVB的新聞李黃龍 廖廣銘 劉婷廷 台報導 而黃仁勳這回來台 妻子跟兒女也都在身邊 其中他的兒子黃聖斌 曾經在台灣待了十年 因此中文說得很好 其實過去他曾經跟朋友一起合資 在台北開過酒吧 隨後才回到美國 回答任職仿生機器人業務 對著鏡頭開心燦笑 笑起來的神韵 還跟爸爸有幾分神似 他就是回答執行長黃仁勳的兒子黃聖斌 黃仁勳這回來台行程滿檔 除了說要建供應鏈之外 還要來到電腦展 但實在是分身乏術了 也派出他現在正在揮答任職的兒女 來幫忙分攤 小心你們 你們真的要小心 有很多人在你們的後面 和爸爸一樣很貼心 在台灣住了十年 也說著一口流利中文 這回來台常常陪在爸爸左右 黃聖斌在揮答 擔任資深產品經理 負責仿真機器人業務 他為人非常非常的低調 對 然後我們在會議中 他也不會特別的去表現這樣 那針對技術部分 他反而非常的專業 就是他非常對於技術部分 有很深的這個興趣 合作過的廠商直呼 黃聖斌為人謙虛有禮貌 私下會開玩笑 但工作上很認真 其實黃聖斌不是一開始 就從事科技業 他2015年來台 和朋友一起合資 在台灣開酒吧 當時爸媽還曾到場一起合影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也曾讚賞 他是傑出的企業家 黃聖斌也曾透露 爸爸黃仁勳只對他說good job 就沒再多說什麼 父親教他永保好奇心 只是酒吧經營七年後 2021年4月歇業 他也才回到美國接手回答工作 黃聖斌存在哈佛商學院 以及麻省理工學院就讀 從資料上還顯示他曾經擔任攝影師 成為爸爸的得力助手 黃聖斌這回來台14天 將在週六早上返美 也說今年結束前還會來台 老黃旋風不滅 家人們也成為關注焦點 TBC網上張慧仙 台報道 AI當道不少民眾覺得應該多學點 AI技能希望在求職 或者是轉職上能夠有幫助 尤其有數據顯示 從去年初到去年的9月 AI相關工作大增20倍 AI當道不學點AI技能 真的好焦慮 像這樣的民眾不在少數 補習班裡坐滿學生 雙手忙著敲打鍵盤 這些同學不是單純學習寫程式 而是要結合現在最夯的AI 城市麻祕密麻麻豪複雜 搭配GPT幫忙除錯 提示哪邊有問題 還有同學是參加影音課程 利用AI生成腳本快速剪輯 我們還是定調AI是輔助的 輔助型的工具 就是除了我們還是會請學員 在這個領域上要先扎實基本功能 民眾一窩蜂想學AI不是沒原因 根據微軟發表的工作趨勢報告指出 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五的知識 工作者表示目前有在工作中使用AI 也有百分之七十九的高階主管 認同AI可以帶來競爭優勢 另外還有其他的數據顯示 從去年初到去年九月 需要生成是AI的工作崗位 大增二十倍 而學習AI其實並非想像中簡單 除了要不斷投入時間還有補習 半夜者透露遣學AI幾千塊能解決 不過要學得專精六位數跑不掉 面對AI時代來臨 紅機集團創辦人施政榮就呼籲了 政府應該發放一千元額度的 全民AI學習券一聲一次 可以用於消費課程以消除AI落差 體育的新聞將聲明解台北上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